嘿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蘭又到了每天的最強巫師精彩決鬥時間啦 那今天一樣我們會挑兩把來跟大家聊一下看一下精彩的決鬥 那第一把要來看的就是這個泰小泰天真跟導播哥的 泰小泰天真其實在天梯明烈前茅的同時喔 他的這個卡片老實說他的平均等級在前20名來講算是比較低一點點喔 所以我也有一直在看他的打法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來看一下他這一把的這個對決吧 你差不多前20名的玩家來講的話大部分的都是11到13等為主 然後天真哥他是大概都在11等左右 然後血量也可以明顯看到他比導播哥稍微少一點點 騎手這邊是直接丟出了畫家 在對方第一波攻勢出來的時候他沒辦法即時的去針對畫家 他就先丟了稍微賺點費用 也一樣換到了對方的4點 然後兩邊現在這裡都是以費拉為主的 往前這邊站過去 後半段的地方是丟出來一張妙麗 配上閃電風暴 要來去快速的累積自己的貝拉回想 但是其實打到這裡可以看的出來是太傻太天真 這邊先弄出了貝拉 那現在打到這樣子應該是好像是已經沒了嘛 這把算蠻快的喔 現在反過來是找不到這裡 貝拉的回想出來 但是開西 酷刑咒是沒有辦法直接點到臉上的 是丟在了玻璃獸身上 同時第二波的 火伴出來了 是卡山卓站在比較沉底的位置 那這裡 誒要閃一下 火箭丟出來直接把卡山卓給截掉 因為兩邊都是 這個貝拉回想的喔 那同時丟了 氣象咒到對方的臉上 站在極端的位置 把卡山卓給截掉之後 兩邊開始互點 現在這裡 哇後面還有一隻沉底的 算比較難受一點點 沉底的人馬 那這邊是配合氣象咒之後 先行的叫出來了 現在高端其實蠻多人有在帶這個蜘蛛巢穴的 那像這個 天真 他的這個蜘蛛巢穴是三等的 應該是 他本身的回想加成 金回想有兩等 是在蜘蛛巢穴上面 那這邊選擇帶出來 其實面對上惡魔之火 算是有不錯的一個壓制力啦 因為 你這個蜘蛛雖然走的慢 但他本身死掉的時候 帶的毒液也算是蠻煩的 那這邊再一樣叫出來 同時蜘蛛毒液丟出來 他的這個牌圖裡面是 有帶直接丟的 是直接淹過去了 我們再一樣來看一下他的 這個構築 他這邊是帶兩邊都是貝拉迴響 那貝拉迴響其實氣象就算 比較需要的 那看起來的點應該是 倒不過這邊 他中間的就是 除了書之外的 生物他都是偏防守的 因為綠仙也是防守的 那在天真這邊他還有 帶一張貓 那貓其實算是還不錯的 就是搭配貝拉體系的話 因為他本身在 除非被秒殺的情況底下他會 直接分裂兩隻 然後最多是四個 他有蠻不錯的攻擊頻率 那綠仙當然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點 這把是天真贏的 那既然這邊看了天真一把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尼亞跟天真 這個前五名的對決 最近尼亞看起來都是在玩 貝拉應該說他們蠻多的人 在討論的時候都是 都是往這個地方去去做 那雖然說沒有三書了之後 海格三書以及是貝拉迴響其實 變得比較沒有這麼強勢一點點 因為三本書過去 你被迫的天梯上面大家都需要去帶一些 可能是水噴啊等等的東西 去把三書快速的解掉 那這邊黑貓對上了是蜘蛛巢穴 那送了單書過去 是14等的單書 他這本也是有搭配到那個迴響 才有來到14等 我記得他原本是12等的單書 然後這邊是快速的把對方的東西給解掉之後 獨一出來 獨一這張卡片我覺得被蠻多人給估估了 因為這個卡片其實他的 第一個他攻擊頻率很高 第二個他的這個傷害本身是 CP值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當然啦你會說 要點到對方臉上來說的話 他能夠造成的傷害是比較低一點點的 但是呢 但是呢但是呢 他給予怪物的傷害是很容易可以跳滿的 那這邊第一隻酷刑咒過去 有直接電到臉上 那這裡就拿到一個很好的優勢了 第二隻是利用了這個黑貓 來稍微扛一下 現在在這個場面上面的優勢 以及是血量上面都是天真這邊是處於劣勢的 哦 是有帶一隻盾行豬 盾行豬 盾行豬招過去了之後 把卡山圖的血量解到剩下四成 但是算比較苦一點點哦 一樣再招 蜘蛛巢穴 水噴出來 水噴這裡就很虧了 第一時間沒有拉開是選擇使用了 飄浮咒來把水噴給化解掉 可是自己還是一樣多吃了幾下的傷害 這邊開電 目標是選在了 因為他丟在比較偏右下角的位置 所以他的目標應該就是要 選擇把這個玻璃獸給弄掉 那再加上毒液 稍微解點頻率的同時 把卡山圖的血量給毒低 他的這個毒液要看一下是幾等 跟丹蘇再過去 就是蘇這種東西對於 蜘蛛巢穴的壓力其實還是蠻大的 但是蜘蛛巢穴生了一隻出來 之後呢 蘇開始咬了蜘蛛 所以其實這一波的解並沒有到很賺 艾薇直接把瓜拉給吸掉 這是一個很好的對應 同時他終於招出了他第一次的這個獅子人 再往後面拉過去 人能夠點到臉嗎 第二隻是一樣是點在雷蘇上面 血量其實有蠻大的落後 還是輸了千二左右 那兩邊一樣玻璃獸出來 再做一次 尼亞剛剛這個技能似乎是丟歪了 這邊再開電 兩邊都開電的情況底下 尼亞第二波的食神已經準備要出來囉 再丟一次蜘蛛敵意去 稍微壓制一下對方的血量 想要把他炸回毒液上面 但是fail了 這邊丹蘇再出來 要拉一下要拉一下 必須得要讓這隻蜘蛛去幫忙扛一下 黑貓也是一樣回頭再來開咬 蜘蛛巢穴 哇伸出來那隻蜘蛛的位置 沒有再跳更前面一點點 直接一起被水水噴給A掉了 第二波的食神出來 其實如果這波守得好的話 天真還有一點點機會 他回過頭來第二隻的食神 兩邊的血量開始拉近了 但是在這個位置 盾行豬出去並沒有辦法撞到 這本單書那是一個比較可惜的狀況 等於說他用三費在屁股後面 再開始換你的五費了 咬掉了 有生出來再一隻蜘蛛嗎 並沒有 佔局在左下的地方異常的火爆阿 開炸 應該是不會打到第三次的這個 迴響了 變成一個法術的直傷收頭 喔這邊是漂浮咒出來之後呢 讓這個黑貓開咬 哇這把其實異常的接近阿 水噴出來兩邊開始走位之後呢 所以法術丟到一下 哇血量非常非常的近 差220耶 其實只差220的話可以看得出來 天真他的操作是真的 是真的有料的 我們看一下這把的兩邊的 兩邊的配置好了 因為他的等級是平均是偏低一點點的 這邊打到剩200滴也算是蠻秀的 不太確定他的盾行珠是不是因為 嗯他的那個 迴響有 有加加到 也是有可能 這個蜘蛛巢穴11等 在最近有在看大家在 在那個 面對惡魔之火的時候 有些人是選擇這個蜘蛛巢穴 那巢穴的點就是在於說 如果直接被法術烘掉了會比較虧一點點 比如說是這個蠻蠻燒 在差不多等級的時候 他能夠讓對方的蜘蛛是 近乎沒有生出東西 應該說就是他一定會生出一隻啦 但是 很有可能是生不到第二隻的 那其實一隻的蜘蛛 對於場面的壓制能力就沒有這麼好 對他不會吸引到這麼這麼多的炮火 而且 第一 第一隻通常比較難走過半場啦 所以 這是蜘蛛巢穴的一個 一個用處以及是點 OK那今天兩把的這個 最強巫師 帶大家看一下比賽 我們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有什麼想要看的這個選手們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地方留言告訴我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左右 我是 €1 你也要來玩一下 我好運極嗎 今天要來買一下